論文門的案子其實很複雜 我們要進攻很容易 答辯的人非常困難 我坦白說 你看蔡英文丟出來的東西 這回沒簽名 那回題目不一樣 要幫蔡英文辯護論文門 比登天還難 你不是要去找李玉事務 你要去找孫悟空幫你72遍 你找律師沒有用 至於黃欣欣 他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律系的碩士 這是個大利空 因為他既然本身是 倫敦大學的法學碩士 所以他應該更清楚 倫敦大學的修業規定 跟相關的有關的證據也好 圖書館也好 所以理論上 他絕不是一個不知情的人 就這件事情 我覺得特別特別神奇 彭麗是不是跟大家說一說 就原來這個Kevin Hens 接下來的這一場官司 大家都很關注嗎 結果他的委任律師 跟倫敦大學 就是也有關聯啊 對 Kevin Hens委任了兩個律師 這兩個律師都是 李律法律事務所 李律法律事務所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他的創所人是陳長文 那陳長文典型的就是 藍營的律師 就是他在很多藍營的訴訟案件當中 都是代表人 那當時的拉法業 他是國民黨 馬英九時代的國防部的 委任律師 所以他是賺得拨滿盆滿 當初要不是因為李律呢 曾經被一個內部的高級職員 把錢給搬走了 結果李律做了一個很大的賠償 幾乎賠了不到幾十億 不然的話李律真的是富可敵國 現在他們又回來了 又已經富可敵國了 這第一個特色 李律是一個非常貴的律師事務所 我的判斷 在合夥人的這個等級 差不多一小時 大概要兩萬塊台幣 我不知道現在行情有沒有改變 好 今天Kevin Hens有這麼大的手筆 找了兩個律師 一個叫黃欣欣 另外一個叫什麼欣欣 這兩個律師一次酷兩個 然後如果說這兩個人 都是一個一小時兩萬塊的 這個論文門的案子 其實很複雜 我們要進攻很容易 答辯的人非常困難 我坦白說 你看蔡英文丟出來的東西 這回沒簽名 那回題目不一樣 然後光我是問你 一個件事情就好了 你沒有簽名的這些信 你請問你怎麼取得的 你沒有簽名的信 你是怎麼取得的 你跟我講光這件事就好了 而且這裡面好多文件 都有沒有簽名的文件 還有一些沒有簽名的文件 後來又出現簽名 光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 要幫蔡英文辯護論文門 比登天還難 你不是要去找李玉事務所 你是要去 東盛神州海外友誼國土 名曰奧萊國 你要去那個找孫悟空幫你七十二遍 你找律師沒有用 好 這個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Kevin Hance不但用了 台灣最貴的律師事務所 還一次用兩個 而且這個律師事務所 還是典型的藍營的律師事務所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論文門真的藍綠通吃 幫蔡英文辯護的是萬國 是台灣典型的 綠營的律師事務所 幫英國端辯護的是 台灣典型的藍營的 跟律師事務所理律 所以蔡英文真的很厲害 理律跟萬國 可以是藍綠通吃 這第一個 至於這個黃欣欣 他是英國倫敦大學的 法律系的碩士 那應該叫類似LM 或是Master Philosophy MPH 那我覺得這個 與其說是巧合 不如說搞不好 Kevin Hance就是 刻意挑選了一個 或者是他們跟理律接洽 李律派出了這兩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 就是倫敦大學的法學碩士 好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講 他們以為是個利多嗎 我告訴你 這是個大利空 因為他既然本身是 倫敦大學的法學碩士 所以他應該更清楚 倫敦大學的修業規定 跟相關的有關的證據 也好圖書館也好 所以理論上 他絕不是一個不知情的人 所以如果他明知道 還要幫Kevin Hance辯護 他很可能會成為 我的下一個被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要派個代表 到倫敦大學 去把這位律師 當天的論文給找出來 就如果他 不然 上網找就可以 對 但是要看他的碩士 有沒有論文 因為英國倫敦大學 有些碩士是不需要論文的 不一定有 對 因為如果有的話 至少 對 該長什麼樣子啊 或者說那些規則規定啊 彭P也說了嘛 就是他應該是最清楚不過了 如果是這樣子 那他拿什麼 來幫Kevin Hance 來做辯護呢 那Kevin Hance又憑什麼 來幫蔡英文做掩護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 環環相扣的事情啦 那彭P 這整件事情喔 就是論文門到現在 要五年了嘛 對不對 然後 對 五年整 對 剛剛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 彭P其實有說了一下 說本來當初覺得 很快就可以秒掉 這整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 就是一走走五年 你本來預期 你心裡預期 就最一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多快就可以 把這整個事情就解決掉 民國108年的六月份開始 林環牆教授就開始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人 你看他是 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的 前會長 那是綠油油的獨派組織 所以他長期是民進黨 跟黨外跟獨派的支持者 而且會參加 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的 他們當年是為了拯救 陳文誠 為了陳文誠案 為了臺灣的一些 就是那早期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一些 暗殺案子 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案子 所以海外的一些 累積起來動能成立的 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 所以那個時候還引進了 法醫跟引進了海外的一些 這個參議員去關心臺灣的 的相關的案件 包括林宅血案 包括陳文誠的案件 所以那時候是 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 最活躍的一個年代 也是他們覺得 很光榮的一個年代 因為他們確實是在 臺灣那個 極權統治之下去爭取民主 而且去平反一些冤案 那所以 慢慢傳統下來 就變成是一個 反國民黨的獨派組織 那林環牆教授這樣的背景 他卻會在這樣的團體當中 去著手調查蔡英文的論文 然後成為眾矢之地 他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被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 對 只差沒有把他逐出會員 真的是極盡能事的 這個各種各樣的污蔑 就跟最近那個 黃國昌不是被 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的會長 那個葉耀元跟幾個人 就通過就把他當時 頒給黃國昌的獎給撤掉了嗎 那就是你會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 好 那林環牆教授 就這樣這麼一步一腳印的去追 後來我們是因為旁觀者嘛 我們是一個媒體人就好像是 當時那個角色如果說 林環牆教授是我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你這個角色 我原本只是參與報導了解 後來我發現不對啊 真的是假博士耶 所以我才開始一頭栽進去 而且我還嗆蔡英文 我說你真的是就假博士 你有種來告我 結果兩個禮拜後蔡英文找到了總 她真的告我 戴總 戴總 不錯 我喜歡這樣 所以我們就這樣一路纏鬥到現在五年 我覺得我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應該都很自豪 我們是以小老百姓的力量 對抗一個國家的元首 可以撐五年耶 沒死沒傷 然後這五年當中出了四本書 還出了一個專輯 還開了無處的網路演唱會 然後還出了這麼多公平正義的產品 現在還賣水果 你不覺得我們其實 共同做了不少的事情 好 那我就回到 我當年108年的時候 當我跟林環嘉教授 還有我們海外幾個朋友 我們幾乎是每個禮拜開會 在網路上每個禮拜開一次會議 然後我們分頭派工作 去倫敦找的 去美國找的 負責學術界的 負責台灣的 負責英文的 媒體的 負責台灣的 我們其實有個蠻不錯的組織 當時我們都認為 2019年就民國108年的年底 一定破案的 這個案子很簡單 一翻兩頓也沒有什麼灰色地帶 而且我們一點都不覺得 蔡英文有任何機會 可以在這個案子當中吐脫 我們真的很有把握 自信滿滿 因為我們手上拿到的東西太清楚了 每個禮拜開會 我們每個禮拜開會 在會議當中就是嘲笑蔡英文周邊 這些笨蛋 怎麼把這個事情做成 到處都是破綻 而且前面兜不了後頭 就到處漏馬腳 可是沒想到 蔡英文竟然不為所動 而且她慢慢的去 做所有的這個修改 就是說我們笑她這個 她就去把它補起來 那包括很多啦 包括我們笑她的那個論文 哪裡有問題她就去處理 然後我們笑她那個 畢業證書沒有編號 她馬上就出現個編號 這種笑話真的很多 我真的是覺得她們還真的很敢 但是很敢之餘呢 這也增加了她們以後 在法庭上呢 就是沒有辦法支援其說的空間 因為她們去修改 修改表示什麼 表示你第一個 你做點心虛嘛 第二個我們把這個 before after 修改前修改後一對 那就請問你 你為什麼要去偽造文書 你為什麼要去加個編號 諸如此類的事 將會發生在7月24號 Kevin Hance這個庭 因為Kevin Hance手上 拿了這些東西 有太多太多東西 她沒辦法解釋 那是什麼意思什麼東西 所以咱們可以走著瞧 不過我覺得理律法律事務所 現在還想要用另外一招 在對付我們 就是用沒有拐匣權啊 這一類的 就是原審一審法官林偉環的判決 那令人氣節的是說 這個案子到了高院 高院判就駁回 發回一審更審 一審更審的法官 跟原來那個一審說我們 不可以告阿朵阿 會把阿朵阿嚇壞 而且英國太遠了 然後阿朵阿不懂中文的 那個法官林偉環 竟然跟張詠慧的幽靈一樣 發回更審 還是他 所以 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我們當時真的以為 在民國108年 當年年底就可以解決 所以我當時還覺得 政經傳媒或政經 已經關不了這個節目 大概就做到年底吧 我們就要轉型做點別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一做 做了五年整整 嚴格講起來就是五年整 108年的六月份開始 我們就陸續 到九月份比較開始密集 到現在為止就是五年 沒有一天停止 哇 真的是滿五週年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驚人的 就是沒想到時間過得那麼快 結果一個案子 有辦法到五年 就是大家都已經看到了真上 卻沒辦法等來 司法上的一個結果 這件事也蠻讓人 覺得不可思議的 可能沒有再見過論文門 這系列官司的話 大家可能很難去想像說 台灣的司法到底有多暗黑 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的話 可能大家平常在新聞上面 聽到的很多司法上面的問題 它可能是一個 我們覺得比較的個案 它不一定是一個 整體的司法的墮落也好 或者說整個司法好像 沒辦法站在公正的那一側 沒辦法站在老百姓的這一側 可是從論文門的整場 每一場一場又一場的官司之中 我們看起來就會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 彭P你有沒有覺得 人生如戲 如夢一樣 就是它好不真實喔 嗯 換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真的是 就這輩子值了嘛 你就碰到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你可以徹底的 來考驗一下自己對於一個事情的堅持 也考驗一下 嗯 我們嘴巴講講 或者是說對我一個基督徒來講 我們 每天在每個星期上教會 你去嘴巴說的東西 你到底落實了多少 你碰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每天在講聖經說 行公義好憐悯存謙卑的心 與主同行 那你碰到這樣的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你選擇什麼 你選擇跟猶大 出賣耶穌 還是選擇跟彼得一樣三次不認主 還是選擇 堅守你自己的真理 這個時候我倒覺得 我覺得是一種榮幸啦 對我來講 生命的變化球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至少 每天夾爸爸給腿腿 那很快的過了五年 我們也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不是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意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結構 請下班下次再見 composer請保佑 跟 fluffy的料理 進行 谢谢大家